對於支聯會拒絕向警方國安處提交資料,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, 如果任何人不按照法律要求提交資料, 都會立即採取行動。 如果我們出了一個命令, 叫他交這個資料, 如果不按法律要求提出這個資料, 我們一定會採取跟進法律行動。 而且這個跟進法律行動會很快, 很迅速和很有效率。 什麼叫外國代理人呢? 就是一些人受到外國的政治團體一些金錢的資助, 從而為外國的利益進行一些活動。 至於我想說相關人士有沒有進行這些活動, 我相信大家眼睛都說亮, 都是看得很清楚。 由於日後, 我亦不排除會有刑事檢控在此, 雖然在此, 亦不方便講出太多詳情。 我相信日後如果有檢控的話, 亦可以在法庭中清清楚楚去看好這些行為。